词曲 李宗盛 各位弟兄 你们都知道 神早已在你们中间 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在我口中 都听到福音之道 而相信 而神祂知道人心 都作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赐给我们一样 有值信心 洁净他们的心 并且不分他们 我们 现在 为什么要施贪神 要将我们的祖宗 和我们自己 都不能附的钢 放在门徒的颈子呢 但是 我们得救 是因为 主耶稣的恩典 和他们一样 我们都相信 各位弟兄 请听我说 西门述说 神当初如何眷顾外邦人 和当中选取百姓 归于自己名下 众先知的说话 亦和这个意思相合 之后 我要回来 并且重新收造建立大位 已经倒塌了的着墨 将那些已经破坏的部分 重新收造建立 全能的主 叫那些剩下的人 也就是所有凡是 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要尋求主 这些说话 是创世以来 显明事情的主讲 所以 我的意见是 我们不可以难为那些 归服了神的爱邦人 我们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 禁戒偶像的污秘 以及禁戒奸淫 勒死的生畜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 摩西的书 在各城有人传说 每逢安息人 都在会堂中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